小S是非前身被衣奶女星搶一塊碗 她這陣子真是一生女 老公和老爺前陣子被指消過內幕交易案 令她都要接受文化 不止這樣,聽說還令她接少了很多工作 連原本由她代言的這個品牌 曾日有活動,都改了由34E的玉方頂上 但有傳是因為內幕交易案 影響到小S的形狀 才下令,飛走她 大人從我懷疑,做夜庭村的三世代 一直進行當中,所以大家不要誤解 我來都這樣有二、三十台攝影機 她來還得了,我是擔心她讓她好好休息 對,現在風頭上,朋友出來一起相聽也是需要的 不過問到小S的老公答案 虛就說,什麼都不知道 而這個品牌就說,不會終止跟小S的合約 還說跟小S的友誼不會變 今晚 我來看小S的友誼會 我來看小S的友誼會 我來看小S的友誼會